於是乎就問這個蠢問題 例題期 請問你五公噸的在海上行駛福利多大 很簡單 福的對不對 福的會有什麼現象 福利就會等於 福重 所以船中五公噸 所以福利有幾公噸 就五公噸 福利就五公噸 反正就選B 我的船有五十萬公噸咧 福利多了五十萬公噸 好 這麼簡單的問題 這麼簡單的觀念就問這一題 小明帶著0.5公噸的皮球跟保麗龍 然後這裡長成這樣 請問你福利誰大誰小 福利誰大誰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12號 十二 法案 C 你說 有人說豬欸 你說C就C啦 福利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所以小明 皮球 保麗龍都是福利 所以都等於物重 小明會不會只有五百克重啊 小明會不會只有五百克重啊 怕C超纏還沒那麼小啊 所以呢 皮球跟保麗龍都一樣0.5 然後呢小明很重 所以就比較大 保麗龍比較大 所以呢 答案就選C OK 下一題 下一題 誰大 這一題啊 有一個小小的欺騙社會的行為 這題有一個小小的欺騙社會的行為 誰大 福利誰大 來找一位帥哥男 二九 二 二九 幾例 誰大 你選出 請坐 因為都是福體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三個都是福 所以三個福利都等於物重 同一個東西 所以物重都一樣 所以福利就一樣大 哪裡在喬小的欺騙社會啊 他把命都給你了 他把東西的命都給你了 就有一些出腦袋就很想努力去算 就把你算不出來 把你算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排開議題體積 根本不用算 根本不用算 好 來 請問你 這個浮標 浮成這副德性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個浮標 浮成這副德性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誰 福利誰大啊 密度誰大啊 密度誰大啊 我 來 可愛小女生五 五 六號 我 六號 自由生 有 三號 三號 你選桌 請坐下 這個叫浮標嘛 都浮在東西上面嘛 所以他的福利都是物重嘛 同一個東西所以福利就一樣重嘛 所以A跟B都錯的 然後福利一定是排開議題體積 所以議題密度 那麼你的 今天你的排開的體積如果越多就表示密度就會越小嘛 所以呢 答案就會選的是豬嘛 所以答案選豬 這就是我們的重要的觀念 就是福物體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請各位要記好 OK